大家好,我今天去镇上的这个河旁边的一个小荒岛上去探一下险 这个小荒岛啊,它据说是保持本地物种最好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它没有花园,没有人工的这种园艺 所以它都是原始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镇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候环境呢 是压热带雨林,也就是说有四季 但同时呢,它还降雨量比较集中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所以我们夏天很难到这个地方来 你到这儿你必须要穿上全副武装 穿上那种徒步的那种鞋,还得防水 而且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马黄 所以到这儿我一想我就恶心 可是呢,冬天它这个气候呢,又比较干旱 今年,尤其是今年,这三个月基本上没怎么下雨 就只下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毛毛雨 然后呢,我们就到这里边来走一趟 到这儿来的好处是 你可以获得一些种植上的这种灵感 你如果想把自己家花园种植成雨林的状态 那哪些植物能够体现它这个雨林的风格 而且还是它这个气候带上的这种雨林的风格 那所以你看刚才我们从这走进来的时候 你听见了,咋咋咋的那个声音 那些是什么呢,是蝙蝠 这个小岛已经被大量的蝙蝠 主要是黄,棕,叫什么啦 棕色的这个身体,是棕色的这种蝙蝠为主 还有一些是红色的蝙蝠 我以前好像做过一期就讲我们这个小镇上的蝙蝠 那它们在这个小岛上是主要的居住 你从那下面走 它那个叫声其实还是挺烦人的 我虽然是热爱动物 但我听到它们的叫声我还是忍不住的起鸡皮疙瘩 而且呢它就在你脑的顶上啊 就是呼呼呼的扇翅膀 你在下面你什么都没有 你都觉着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脑子上了 就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蝙蝠你走过的时候 它有味儿,你能闻见的 它不是臭味儿,但是反正是一种那个味儿 你就能就像骚狐狸的那个味儿 你是可以闻见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快速地穿过那小岛 躲开它们这些蝙蝠 然后呢就进入到这小岛的里边 非常有意思 它因为这小岛的外面有一层树 这全都是蝙蝠 但是你进到这小岛的里边 蝙蝠就不进来了 而且呢就在这个背后就像一层帘子一样 就隔音壁一样就把这个蝙蝠的声音几乎都屏蔽掉了 所以进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这个室外桃源一样 那咱们来看一看它都有什么植物吧 你看这里边吧 这棕榈树是比较多的 它有那种高一点的king palm 还有矮一些的bangalopalm 在这个岛上都能看到 再有就是这种比较有特点的板根树 就是榕树了 你看它这一直上去 挺大的挺高的 我这不断地把它放大 才能看到那顶上 它中间的植物非常茂密 所以呢你一眼望上去是看不太清楚 然后呢我必须要把这镜头拉近才能够看到 你看这顶上它还相当高的 这板根树 但这是榕树吗 我有点分辨不太出来 而且你看它上边吧 有很多这种圆的叶子绕上去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再有就是这个大的象尔 象尔在这里边其实是有好几种的 我以前也说过 你看现在看到的这种吧 是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芋头 一个是另外的 这个大叶子 就叫象尔 芋头的那个呢 它叶子是 朝下搭了的 然后另外这种象尔呢 它的叶子是 朝上的 你看这里边是朝上的这种叶子 它不是像三角一样 往下搭了的 这个是爬藤的 这个像个蕨类 像小虫子似的 也挺好玩的 它这里边呢 空间很大 你虽然 好像有点分区 你看这纸盒子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它这个一带呀 有很多环保主义者 然后他们要 把这里边呢 恢复它原状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争议 人家这小岛原来就是那样 它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他们呢就来把那些所谓杂草给去掉 你看这儿有一只鸟吧 它是丛林杜鹃 非常有意思 别的鸟都特别怕羞 它这鸟就在那站着 看着我这怎么拍呀 它也不躲 个儿还挺大的 估计这地方呢 也很少有人来骚扰 所以他们也不怕生 这里边有一些鸟 但不是很多 反正至少你看不到很多 咱们接着说 刚才他们这些环境爱好者吧 我感觉呢 他们这种做法 他们管这个叫树林的再生 regeneration 他觉得可能这地方 入侵物种太多了 杂草菜太多了 把原本本地植物的这个 都给搞坏了 生存不了了 它外来的入侵物种太多 所以他们可能把那个 入侵物种都干掉 把这个本地物种都留下来 所以这道有一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本地物种 你到这看基本上 不会有太多别的 那你就好识别 尤其像我们这种 我们自己就是入侵物种 我们也认不出来 别的哪个是入侵物种 所以呢 上他这来看呢 你就能学习到这个知识 你看这个吧 Silky Oak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一种特殊的大英语 叫Silver Tail Black Cockatoo 就喜欢吃这个树的 结的果子 但这个树呢 不是很多 可是呢 这个鸟呢 还就只吃它 所以那鸟呢 也就宾威了 你看这个像窝头 就是前几天 咱们说的那金和欢 但是金和欢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看着好像不像 堪培拉那头那么多 这个你看它一片吧 是什么呢 是铁线绝 但是它和那个平常 咱们在家里 花盆里养的 非常娇气的那种 铁线绝还不一样 它这叶子摸上去呀 是比较硬的 而且颜色是暗绿色的 但是它的这个镜 就或者是枝干 你看了吧 还是深黑色的 其实也挺好看 但是没有那种水绿色的那种 看着那么爱人的那种 但是也应该在家里养的 其实也挺好的 我们自己院子里就有一些 它成熟了 你看基本上是暗绿色的 但是没有成熟 其实它也是淡绿色 也挺好看的 这蕨类哈 这个就是铁线蕨的种类 基本上都是澳洲本土的植物 你看这就是班格罗帕姆 这绝你看这就一片 它呢我发现就像它 在它这种自然环境里边 它这些植物其实还是扎堆的 长 它并不是完全的一颗 所以就我就想 像咱们上次说的那种园林 就是乱顿法里边就是说 让它彻底打乱 彻底随机 好像也在自然界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 在自然界 其实它该扎堆还是扎堆 所以在这小岛上 我就看到了 有那么三五堆吧 比较明显的 你能够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棕榈树 基本上都在一块 铁线绝基本上都在一块 还有象尔 它们也相对来说集中 这里边还有各种杂树 你可以看到 有的我就认不太出来了 但是有的 这个本地的 你看这个叫 Lamandra 它是固定水土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自己也种了 这都是Lamandra 你看它就在这一带出现 它出现的密度 它没有我们 我们那个种的比较密度大一些 没有它这个 没有我们那个密度那么大 但它就 其实也体现了 就在这一带地方 它需要有水土保持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雨林的这个地面上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蒲公英的 满地的那种蒲公英 砸在地上 可是人家这个 可是就在我这隔着河队 就是隔着一条马路 我们就住在它那旁边嘛 我们那儿这个蒲公英就特别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自己园子里的某种化学元素 或者土壤的元素缺乏 因为这蒲公英它是 是固氮呢 还是固什么的 它才会出现比较多 可是你看在它这儿就没有出现 这就说明它这儿的那种化学元素 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不需要蒲公英来救命 这个它就是沿着河边 你这小岛走着走着 就到了这河边了 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些树 它这本地的树 其实没有我们平常澳洲常见的那种 安树是没有的 你看这个吧 Palm Lily 这个我们那儿它自己也长出来了 这就说明其实有一些 就我们没种它就长出来了 那说明它确实是本土的 所以它有这种它就会在这里生长 但是它你看没有太多的安树 很有意思吧 这也是在我们这里边 环境保护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因为澳洲这个安树象征意义太强了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 种一棵安树至少代表它澳洲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身份认同 可是呢就是当地环保人士就说 其实不应该这么干 因为你种了这安树它就要繁殖 但是它又不属于热带雨林的一部分 所以呢你安树虽然是国家的身份认同 但它不是这个地区的身份认同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国家象征的这种植物 用来取代本地的 更小范围的气候带里边的这种植物 那还是不应该的 所以呢 那么你到底是应该保护安树林 你还是要恢复热带雨林 说到这里 再见